中方已多次就此阐明立场 我愿重申 全球产工链的形成和发展 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 保持全球产工链的稳定畅通 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包括美方在内各方的共同责任 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靠的是在全球市场竞争中 形成的科技创新和过硬品质 绝不是靠所谓补贴来支撑保护 说到补贴 美方却通过包含有关税收减免举措的 通胀削减法案及其实施细则 扭曲公平竞争 扰乱全球长工链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及时纠正 歧视性的产业政策